藝術季 其实我们村庄本来就有一个传统 盐宵节的时候就拿着这个萝卜灯笼 那萝卜灯笼当然就是小时候的意象 那另外一个情况 我们村庄主要有个信仰中心 那信仰中心我们每年的这一个时候 都会抬着神教绕着村庄祈求平安 它就没人举办 对 有的话也是就很小 所以刚也讲说 本来就有这样的一种传统 我们只是把它恢复而已 讲五年前开始因为有个情形 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工作在外面 那另外大概就是十年前 我们村庄有一些大哥们 他们就保留了这些三可院 然后我也常回去 那常回去跟他们一谈起来之后 就会觉得说 那我们应该讲过年 然后延宵是我们最传统的一个 这个台神教绕尽祈福 祈求大家平安的这一个 这个传统的仪式 要把它恢复 然后也讲到说 我们小时候提萝卜灯笼 提萝卜灯笼这样的一种 很美的场景 对 要把它恢复 大概从五年前开始 那今年特别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连续办了几年了 那每年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严肃 那这一次就很巧 也知道说我跟朱老师是好朋友 那也想说把艺术把它再带入我们村庄 那这一次不单是表演艺术 把这些艺术带到我们村庄 活化我们村庄 那我们村庄带地在地的这一些文化在地的这些艺术 也跟一些台湾之光的这个表演艺术结合在一起 有一些传统吧 然后也带入一些创新 谢谢 谢谢